歡迎收看《潤記堂水》 食環處這期真是勁搶風 稱賊南亞村歸宿,滅蚊不力,助長登格熱 就連街市管理都亂了大龍 限下99個公眾街市,租務和前線管理 勒留多羅羅,五年就帶來了16億赤字 納稅人要以血汗錢來補貼這個 廢到沒朋友的部門 你說是不是不潤他都不行? 申訴專員公署早前公布調查報告 發現食環處客客很多街市都有同場不同租的情況 有不少位置相近,面積相同 賣同類貨品的檔口,一些購買12000元租 另一些竟然便宜到月租白沙賓就有交易 租金相差91倍,這種檔租低於市場的情況 還高達7成半,可想而知,庫房少收多少錢 認真離開大譜 這樣都未算,由於租金便宜 加上食環處又沒有限制檔主租檔口數量 結果有檔主租了20多個檔口擺貨,便宜過租貨倉 又有兩個檔主分別租了23個和11個攤檔賣花 佔那個街市差不多一半的攤檔面積 是說夠了架勢,不過競爭對手就很難進來分一杯羹 市民購物的選擇亦大大減少 這個政府一方面說鼓勵公平競爭 另一方面就助長不公 雖然很大程度是出於懶惰,而不是有心製造壟斷 不過,怎樣都打不甩,講一套做一套那筆 怎可以不潤一潤它? 說真的,在香港經營和管理街市 領錢就賺到盤滿撥滿 而食環處就有數以十億計的赤字 之所以有這麼大分別 原因很簡單 就是上市公司需要向股東負責 盈利不理想 管理層都要解話 但是政府供鐵飯碗 就算擺明,上班等下班 什麼都不做都沒有損傷 定時定後又例牌加薪 市民這樣又哪有工作動力? 所以,申訴專員 罵爆食環處管理無能,巡查操縮,調查欠主動 這些根本就是整個特區政府的通病 食環處副處長事後還死撐 說自從2000年以來,先後四次提出租金調整建議 只是過不了立法會而已 不過這樣,他們對上一次提出已經是2013年的事 立法會前年換屆了,有三分之一的議員是新面孔 食環沒想過再試,究竟是有心調整租金 還是想在被人批評時可以大大聲說 我有做事的?答案都很明顯 還有,食環處現在有過千個凍結的攤檔 有六成集中在五個街市道 凍結時間最長達23年 你說? 鑑平鑑賤,租些攤檔出去,庫房還有錢收 丟空攤檔來養蟑螂、老鼠就連一元收入都沒有 你說食環多可惡呢? 喂!與其街市十室九空,變了食環儲物室 廢官罷好地,可心就有些地出來建公屋好過了 看見了,食環滅蚊無能,街市又管不了 特區政府充斥著這類小事做不好 大事又做不到的容官 無心、無肺、兼無腦 應該吃多些俠陀糊補腦就對了 可惜,班官只喜歡翹上雙手吃花生 這樣服務市民,真是指意食環不壞都難 啊and班 啊and班 要五千萬千萬萬萬萬萬千萬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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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핳 請你 provides人,聽說ux laying正解嗎